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了沒 我是Andy老師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下肝的動作 等一下 我今天壞到球嗎 下肝的動作就是 就是 下肝絕對會讓妳壞得到球 我們來介紹一下木肝在下肝的過程中 再觸及到產生的這個激情的火花 激情 對 它很激情 今天要教大家在木肝的下肝動作的設定 下肝動作的時候有一個下肢的力量轉換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請我們的助教做一個上肝動作 好準備轉身 非常標準 在下肝時我們會產生一些重心的轉換 這時候重心轉換的時候 由下肢啟動 而不是由我們的手先啟動下肝 好接下來準備下肝時的第一個轉換點 我們會把我們身體重心先踩回來左邊 所以妳要感覺到原本在右腳的重心點 轉換往左側踩 OK有感受到嗎 有 非常清楚 好在轉動的過程中 我們在下肝之後 我們會移動回來我們髒關節的動作 轉換到原本在設定的過程中的轉換區 好那這個轉換區的意思就是指說 當我們上肝時我們會轉開我們的髒關 下肝時要先移回來 好就是這個重心的感覺 好所以在下肝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左膝向後踩直 然後屁股髒關節往後轉動 這一轉動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手呢 降下來 這個降下來的動作 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最低點 好那木剛才有個重點 在於是我們要做一個 由下往上打的動作 這時候的這個轉換 髒關節一往後的時候 我們的左肩其實它就會帶上來 所以這個一帶上來的動作 一往後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的背部 左肩會拉高 好那利用這個拉高的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的右手 在準備要觸球的時候 往上做旋轉 那這個做旋轉的動作的目的性 就是讓它的成為最低點叫做 由下往上揮 好再看一次 轉身 往後屁股左臀 對這是最低點 最低點的時候 左肩開始往上帶的時候 手臂右手往上揮 所以呢千萬不要做成什麼 一般在出球時很容易做錯的東西就是 上 好慢慢的轉身 移動做得很好 可是呢在向下 就 欸 球在地板上就會變成往下打 那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做 打起來的動作就變成肩膀旺的轉 手腕直接撈 就會發現又有肌翅膀出現 好所以在下肝的時候呢 要很專注在於這個手臂旋轉的過程中 利用手掌跟前臂的動作 來產生下肝旋轉時 我們由下往上揮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右手就可以把它推 轉身 好右手推直旋轉 對很好漂亮 就是這個動作 右手推直做旋轉的角度 然後髖關節在下肝時我們會有一個 向後登的動作 對好所以它不是一股腦的直接做 做下去的動作 所以在側面的時候呢 後面假設一樣 有一堵牆 還記得我們有一起拍攝一個內容叫做 站姿設定完的時候有一個下肝的下肢動作 一樣木肝都會有這個擊球技巧 只是呢 在重心的轉換的時候 木肝呢 上半身會停留在 右後方 所以會看到它的脊椎角度呢 會偏向右側一些一些 因為我們要由下 往上揮的動作 轉動 好 這個轉動的動作呢 就有比較明顯的往上收 但是在收的過程中呢 就會發現 左手有一個帶起來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不要帶起來 記得用右手旋轉往前 然後轉身 屁股 OK 對對對 就是這個帶動的動作 你會發現身體比較傾斜 然後由下往上去做一個帶動去觸及的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在介紹下肝的時候 我們木肝在擊球技巧 由下往上打的一個擊球部分 OK 身體會這樣 會有一個傾斜的感覺 好 那這個傾斜感覺 你會用到哪邊發力 你自己的感覺 左邊的屁股啊 往後蹬啊 就這邊 胯吧 左胯 所以臀肌其實會用到 屁股 有耶 酸酸的 左邊的屁股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對 以上呢就是我們的紀念教學 終於打到球了 林姐 開心 開心了啦 是吧 好記得喔 這一集呢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要轉胯 對 就是這個轉胯 欸很好 就是這個轉胯 扭轉你的左胯的動作來旋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打高爾夫人妹 我們下次見 左邊的屁股 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所以 你的 酸酸的感覺 那個鬆鬆的就不要露出來 木桿接觸到球 耐沙納 所有產生出來的人 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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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先生啊 記得回去後面幫我畫個爆炸 沒有問題 所有產生出來的人 激情